张子怡 宋慧桥 京城武 黄晓明 佟大为 林宝怡 于飞鸿 常泽亚美 一部近年来明星阵容最庞大的电影《太平伦》 昨日在怀柔举办了开机仪式 记者在现场发现吴宇森 张一白 赵飞 京城武 林宝怡 于飞鸿等剧组主创的身影 当天的北京天气很热 身为剧组龙头老大 吴宇森早早到场与剧物沟通者大小事宜 帅到惨绝人怀的大帅哥 京城武已经几年没露面了 他的人群中等待上香 脸上露出羞涩的笑容 秒杀现场钟女 相比之下穿着格子扇的港系林宝怡就显得十分普通 记者差点把他当成工作人员 张一白 吴宇森和本片的摄影师赵飞 一几个摄影机揭幕 随后京城武等演员一一上前上香 祈求拍摄顺利 开机仪式刚结束 之前没有出现在主演名单上的余飞红就来了 张一白赶紧把穿着连鱼裙的他引到香岸前 吴宇森示意他过去上香 之后 余飞红上了张一白的开工车 两人一同离去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 独家报道